我們看題目,第五題 log 以 x 為底的 144 等於 2 那要求這個 x 位置數 那這邊的話,它考的是定義 然後我們這邊復習一下定義公式 log 以 a 為底的 b 然後如果它答案是 c 的話 這三個有三個角色, a, b, c 三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下一步顯示指數的形式 變成了 b, b 喔 這個上面叫幀數, b 寫在等號左邊 然後這個 a 直接寫到等號右邊 那 c 直接變次方,變小,放到上面來 那它變成 b 等於 a 的 c 次方 在這邊它的幹將 那這裡就類似這樣就可以直接做了 所以我們這邊只要把 這個 140 是扮演 b 的位置 變 144 那 x 是扮演相當於 這個 a 的角色整個移過去 變成了 x 然後 2 變次方 二次方寫在上面 所以變成 144 是 x 的平方 那這題我要求這個 s 的話呢 再往下 因為 140 是很明確的 它的完全平常數嘛 它是 12 的平方 那這邊是 x 平方 那所以出來的結果的話 x 會等於 12 事實上是正負 12 那這邊的話呢 不可能負,因為底數必須為正 我們現在討論 log 都是 底數或的幀數都是必須為正 所以負不合 12 好 所以我們把負的3D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s 等於 1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